董事長 現在柯媽媽又出來了 柯媽媽之前講 說我們的人 會給雷公打 我們貪的事情絕對沒有 亂不給我媽的人 會給雷公打 我嚇死了 不能講他們這裡 講他們這裡會被雷公打 不是 這個媽媽愛兒子 這個柯文哲是媽寶 大家都知道天下父母親 這個可惡的就是說 柯文哲背叛了大家 他第一個對不起的他媽媽 他媽媽現在出來講這種話 他不是他兒子做出他的壞事 我剛才說柯媽媽 我跟柯媽媽有好朋友 我剛才柯媽媽說給你們聽 你們兒子就把我們朋友拿去 那有一點的事情 所以說是要打我 還是要打你 還是打你們兒子 這問題反過來講 這個問題很簡單 我剛才在那裡說 我公開你說 我會去找郭 開玩笑 我跟柯媽媽重複一遍 你們柯文哲拿了我朋友 一千萬現金 你敢說 對不對 我重複這個事情 就我在這邊公開講嘛 對不對 他用的事做在辦公室的很破爛 所以請大家幫忙 幫忙拿一千萬去以後 結果我看賬上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 我跟你說 說得比較 是你們家給做壞事啦 而且 現在柯媽媽還特別講了 他說賴心得 現在大力的稱讚賴心得 他說賴心得是很老實的人 絕對沒有貪 他就把他們家去求饒嘛 為什麼拜託老人家 再跟老人家一段關係就沒有了 這就是你們家給他做壞事 你們家給他去貪污 有壞事嘛 你們家又去北京給我照顧 顧著說他拍位 面對他說打 你們家已經去北京給我照顧 顧到現在要怎麼辦 現在你們家出事了 而且你說檢調已經進來了 昨天 我跟你大家講 昨天台北市調處已經約談 代替李小姐了 真的假的 你要的 老闆 昨天耶 昨天什麼時候決定要去烹安調查 昨天上午 對 你問問 你問我們的這個 瑞德 瑞德這方面的這種專家 法律專家 有沒有碰過那麼快的事情 昨天早上什麼會議 檢察長召開檢察會議 我第一次看到有這種會的 然後昨天下午就聽到 傍晚我不知道 大概昨天這個之後 台北市調處就約談 就聯絡代替李小姐要約談 你認為這個要拖很久嗎 不會 不用嘛 他這個很簡單 他這個特性就很簡單 大咖大攤 小咖小攤 他怎麼搞 我現在跟你講 他分兩個帳號在搞錢 一個帳號叫做民眾黨 中央黨部的這個 黨部的這個帳號 所有捐款大比進來 一百萬以上的全部他收到 民進黨中央黨部變大筆 這是一個 好 現在錢很多 錢很多錢 然後第二個 他有一個叫做 小額匯款的小炒的錢 一百萬以下的 叫做總統進辦專戶 他兩個專戶 所以木可公司的錢 拿去哪裡 兩個專戶進來給他的 所以目前為止 我們只有看到所謂的 進辦的專戶的錢 對不對 那民進黨中央黨部的錢 這樣我們看到沒有 民眾黨沒有 沒有看到嘛 所以這個才是調查局 跟台北市北警局 去查的東西嘛